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你跟踪我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们俩没话 你要是想杀我 你就把我杀了 我觉得这个片子讲的不只是发生在婚姻本身 它不只是婚姻内外的这个挣扎 它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挣扎 我觉得婚姻只是作为一个其中的一个媒体 那这个媒体一个媒介 就是因为婚姻产生了问题 产生的问题是因为两个人没话说 但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发现 没话说的这种状态 不一定在婚姻当中 在日常生活中的各个阶段都有可能发生 这部长篇电影 我首先被俯身电影节能选入 我特别的高兴 我觉得这对我是极大的鼓励和支持 这部长篇电影从准备一直到现在完全制作完成 历经了两年的时间 但作为一个新人的导演的时候 完成第一部作品 其实是需要大家的肯定的 而且是需要能让更多的观众看到 那能被俯身电影节选入 我有机会和其他的电影人交流 并且能让韩国的观众看到这部影片 我觉得是我在电影道路上 尤其在一开始阶段 极大的支持 特别的荣幸